花蓮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 号召了代表们捐款 驿助花蓮市公所慈爱基金 希望市公所能够把善款 落实在更多需要帮助的民众身上 也发挥抛砖引玉效果 请大家支持慈爱基金 共同来关心花蓮市民 8号上午花蓮市民代表会 多位代表来到花蓮市公所 每个人自掏腰包2000块钱 要捐助花蓮市公所慈爱基金 照顾更多需要被照顾到的民众 经过施前的0206之后 在这次的0403 看到我们花蓮市的市民 都相当的有勇气 非常的勇敢 有相当的韧性 那这次来跟代表会的同仁 一起来捐赠慈爱基金 是期盼我们的一个善款 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更多关心花蓮的人 能捐赠给慈爱基金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花蓮市公所跟魏嘉英市长 还统筹灵活运用这个善款 关心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市长魏嘉英非常感谢代表们的抛砖引玉 他也表示公所会善用慈爱基金款项 落实在有急难需求的民众身上 今天感谢我们代表会 我们政委主席跟黄达翔副主席 以及我们所有的代表 来捐赠我们的慈爱基金 那我想今天收到我们的慈爱基金 未来我们会好好的来善用它 那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代表 那我想供提时间我们会好好利用善款 然后把善款尽量的发挥到 每一个需要的弱势的角落里面 那再次的感谢大家 这次大地震许多民意代表 都四处奔波关心受灾民众 并且协助争取各项资源来救灾 大家齐心协力 期盼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受难民众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